那外国艺人能不能够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是近日受到日益的话题 那伊斯兰宗教是塞莫哈莫巴克里的日前 公开反对比利爱丽丝来马举行演唱会 他说演唱会对我国的宗教、民族还有国家 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那随后他说担心Blackpink的演唱会将损害 五国人民的道德 欲请本地非穆斯林如果说想要看演唱会的话 请到韩国或其他国家看 那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两极化的观点 有的人赞同就包括伊党青年团团长阿莫法德里 那这位阿莫法德里还要求部长撤销演唱会的准证 那有的人说不就是一场演唱会吗 说这些有心人士故意挑拨我国宗教和种族关系 而通讯及多媒体秘书长 莫哈默曼迪在接受新报的访问时指出 政府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公布来马登台的国际表演新指南 并会将大马民众各方面的感受纳入考量的范围 他透露通讯部早在2019年开始就已经在修订新的指南 以确保这一份新的指南跟得上当前的形式 符合娱乐领域时下的需求 而现在正在有通讯部属下的海外艺人表演 与电影播放中心委员会做最后的决策